剧版三生三世完美收官 最后的十里桃花重逢戏 激动哭了一票小伙伴 还有人翻出这场戏的无特效版本 少了桃林 多了栏目和围在一旁的工作人员 唯姑姑哭得很用力 喊咖之后还在继续 但是辜负你这姿势的 浅浅过来是要闹哪样 不止夜华搞怪 墨园居然也是碰瓷王 平地也能摔出冰场菜鸟的画风 本来好好地演着戏 赵又廷又突然笑场 原来是他找不到情仓在哪个方向 另外 你离又廷哥绝对是个一丝不苟的人 拿来导演 对自己不完美的人设 一定要沟通到底 墨园真的要做这么伤的伤吗 墨园如果爱三道就一定会打死 如果爱三道就一定会打死 最后小八哥温馨提示 虽然聚播完了 但大家可以碌碌花絮啊 还是很有意思的 走 前一天小伙伴们还在为三生三世完结后 看点什么而发愁 后一天就把这部剧姐妹片的相关消息顶上热搜 凤九和东华帝君在最后 喂给观众一口玻璃茶子 嬉皮粉们泪眼婆娑 只盼胖笛和高卫光 能在三生三世枕上书里 有情人终成眷属 得知枕上书早已被演员刘雨昕买下版权后 沉浸在光热CP的粉丝们 组团到刘雨昕的微博 希望她能请原班人马继续出演 刘雨昕回应说 买版全是N年前的事了 绝无炒作之意 演员也一个都没定 同时对网友中意的人选回复说 想法是美好的 但现实情况你们不了解 戏甲情真入戏深 除了为CP操碎心 观众们为戏痴狂起来 那脑洞就像小叮当打开了任意门 眼瞅着夜华用元神进了东黄中 白浅在戏里肝肠寸断 迷妹们在戏外以泪洗面 见到姑父本尊一秒钟入戏高呼 真是赵又婷的一滴泪 四海八荒都心碎 更有有才华的妹子 自编自倒了速速跳猪仙台的喜马 还有迷地穿女装 直播速速被弯双眼全过程 别说诸位小仙入魔 就连赵又婷的老爸和老婆 也为了夜华掏心掏肺 一起伤心难过 书籍女神自从沉迷三生三世 微博内容已变为追剧党的日常 回首大火的热播剧 几乎每一部都能点燃观众们 将剧情照进现实的热情 狼牙榜在韩国的热播 吸引了一票韩国迷妹 身穿宗主同款披风 前往象山影视城朝圣 苏哥哥的虐心大结局 让梅长苏头七在一周后上了热搜 陈伟廷家的女皇 举着屈如梅的牌子给佛爷接机 张一兴的粉丝对着爱豆大喊 二爷给我要 看了乡村爱情迷上了谢唐飞 粉丝给小胖送上了他最爱的主题盛宴 来自星星的你 引发了人人皆爱外星人 妹子坐过山车都要大喊 杜敏俊救我 张若云的粉丝模仿爱豆 在十五年等待候鸟里的演出 宋出各种写着傲娇反语的情书 不仅热播剧就连综艺 也让粉丝们嗨了一把 被真正男子汉洗脑的 结机小分队 见到滔滔就大喊 演过十恶不赦大反派的艺人们 就糟心多了 很多年都摆脱不了观众因角色 而对其本人产生的负面影响 安玲蓉的扮演者陶欣然 雪姨的扮演者王林 都曾因角色遭遇过网络暴力 当年容默默扎了紫薇后 曾在菜市场被小贩扔鸡蛋 每逢反家暴不法教育 则必用冯远征的剧照做案例 有网友调侃 安家何一绝 至今都是自己童年的阴影 那么这些因为演技 让观众入戏太深的演员们 是笑是哭 是看破还是冷漠 从善如流派 有赵又廷被喊叶华就回头 陈伟廷跟粉丝摸摸脸 拉拉小手 亲手拆台派 有赵丽颖看到心疼必摇离世的粉丝 调侃我还没死 大秘密一句 小拳拳捶你胸口 瞬间破坏粉丝们复仇的快感 还有破冠破摔的冯远征老师 竟然自封变态 并号召大家继续向我开炮 而面对恶意的攻击 陶兴然和王林都选择了正面回击 头条军友情骑士 追剧爽歪歪 入戏太深需谨慎 演员和角色生活与剧情 在心中还是要分得清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